哈喽 哈喽大家我是陈凡仙 好多朋友呢都在说 这个比特犬不打架都成废狗了 是不是 那你的认知一定在很多年以前了 是吧 以前的这个比特犬呢 确实是大家都是能来斗狗的 是吧 放进斗篮里面 两只狗会想打架的 现在呢 也很多的这个比特犬不打架了 拿来干什么呢 上山打猎哈 比特犬呢 是出了名的脱狗哈 它虽然少数比特有烧 但是大多数比特是没有烧的 就不是烧狗 但是比特犬呢 基本上都是脱狗 用比特上去脱猪呢 是比较稳当的哈 很多朋友呢 现在也在找这种不打架的比特犬 是吧 因为口比较紧 残忍度也比较高 对野猪呢 能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对山上的这些野货哈 所以说很多护农队呢 现在都在用这个比特犬 比很多的其他的猎犬 脱的效果要好 是吧 而且呢强烈要求就是比特犬一定不能打架 一定要合群 这个呢就很好的一个效果哈 几条啊 现在我这里几条比特犬都不打架 当然了打架的比特犬也有 就现在养的很少了 我们狗场呢 现在有四五十条比特 大狗小狗都有 也有其他的猎犬 普罗特这些 现在我们主要的就是 要这种不打架的比特犬 是吧 现在谁还玩斗狗啊 是吧 很少的 很少玩这个斗狗了 这个东西比较残忍 也不提倡 是吧 更多呢 现在是喜欢这种猎犬 不打架的比特 所以说不要再说这个 比特犬不打架就是废狗了 实际上不打架的这个比特犬 它的用处更多 更广 喜欢的人呢也更多 是不是 只是说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 你没有入这个圈子 没有入这个行 你不了解比特 这个东西是不是 不打架的比特 大把人需要 在广安附近呢 有需要这个猎犬 需要比特犬的 直接可以联系我 我们这里狗啊 应该说目前来说是 整个广安应该说是最多的了 如果在我这里 你都挑不出来一条好的猎犬 那你在其他地方 就真的难找了 另外呢 我们也大量收 比特犬猎犬 普罗特啊 这些川东都要 大量收 我们也繁殖 留小狗 是吧 咱们呢 也可以互相交流 是吧 交个朋友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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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